欢迎大家收看美国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好的经济新闻可能正在打破僵局 选民开始注意到 最高法院不会加快审理特朗普对免责权的主张 报道称 录音显示特朗普敦促密歇根官员不要认证2020年选举结果 拜登为联邦工人实施的历史性加薪即将生效 威斯康新州最高法院推翻了共和党支持的必法地图 请大家收看 好的经济新闻可能正在打破僵局 选民开始注意到 彭博社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美国经济正在打破2023年经济衰退的预期 这可能为乔 拜登总统在2024年的竞选中提供了展示其经济成就的空间 一个关键的通胀指标 集出食品和能源之外的个人消费支出 价格指数 在11月份几乎没有变化 而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调查 则达到了5个月来的最高水平 然而 民意调查显示 选民对拜登在经济方面的评价仍然不高 彭博新闻 沉间咨询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 选民更信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 特朗普在处理经济问题上的能力 最高法院不会加快审理特朗普对免责权的主张 华盛顿邮报 最高法院周五表示 他不会加快审议唐纳德 特朗普声称他在担任总统期间 对于自己的行为享有豁免权的问题 这个问题对于他是否可以因密谋推翻2020年选举结果 而受审至关重要 报道称 录音显示 特朗普敦促密歇根官员不要认证2020年选举结果 南华早报 根据底特律新闻的一份新报告披露的一段录音 唐纳德 特朗普向两名选举官员施压 要求他们不要认证密歇根州一个关键线的2020年选票总数 拜登为联邦工人实施的历史性加薪即将生效 华盛顿邮报 根据拜登总统签署的一项命令 美国联邦雇员将在2024年获得平均5.2%的加薪 这是自塔特政府以来最大的增幅 这个220万人的联邦文质人员的薪资涨幅比去年高出0.6个百分点 去年的涨幅已经是20年来最高的 军方也将在明年1月获得相当的加薪 国家财政公园工会的全国主席多林格林沃尔德表示 这次加薪表明了拜登政府对联邦工人和工会的支持 将汇集美国各地的家庭和经济 威斯康新州最高法院推翻了共和党支持的必法地图 华盛顿邮报 威斯康新州最高法院以4比3的裁决 推翻了共和党支持的必法选区地图 要求在2024年选举前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划定新的边界线 通过这样做 法官们为法院在共和党控制的立法机构和州长陷入僵局时 绘制新地图铺平了道路 这一决定可能对希望在下次选举中获益的民主党产生重大影响 因为由于极大的偏向共和党的选区地图 共和党在州议会中占据了巨大多数席位 金融时报年度回顾 金融时报 2023年被全球范围内的重大事件和危机所定义 在巴西、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西尔瓦第三次当选总统 但他的就职典礼被他的极右前任贾伊尔、博尔索纳罗的支持者冲击国会所破坏 在土耳其和叙利亚 一场毁灭性的地震导致数万人死亡 引发了该地区的政治紧张局势 银行危机逐渐展开 包括瑞士信贷和硅谷银行在内的几家大型银行面临财务困境 此外 美国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成为第一位被起诉的前总统 面临多项形势指控 好莱坞编剧罢工 最初是因为与流媒体平台的薪酬问题 但后来也涉及对人工智能对该行业影响的担忧 通胀成为美国的主要关切 促使美联储考虑降息 在国际上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升级 导致以色列对哈马斯袭击做出毁灭性回应 该年还见证了加拿大和印度之间 因希克分离主义者对沙尔产生的紧张局势 以及OpenAI这家著名人工智能公司的权力斗争 总的来说 2023年以政治 经济和社会动荡为特征 凸显了世界各国面临的挑战和冲突 从政治两极分化到自然灾害 再到金融危机 这一年被重大事件所定义 塑造了全球动态 由于西方援助停滞不前 乌克兰军队的火炮弹药供应不足 华盛顿邮报 乌克兰军队在前线缺乏炮弹 导致一些部队取消了原计划的进攻 士兵们本周表示 这加剧了人们对基辅军队能够抵挡俄罗斯持续攻击的时间的担忧 弹药短缺 加剧了乌克兰首都已经明显的焦虑 因为美国和欧洲的援助停滞不前 而且冬天已经来临 我们的炮首为每个目标设定了弹药限额 一名来自第128山地突击旅的成员说 该旅正在东南部的扎波罗热地区作战 如果目标较小 例如排击炮阵地 那么他们总共给予5到7发炮弹 他说 由于这个话题的敏感性 他要求匿名 这些家伙很累 非常累 他说 他们仍然有动力 很多人明白 他们别无选择 特朗普声称在白宫任期结束后 和平地交出了权力 华盛顿邮报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在接受保守派广播主持人 休·休伊特的采访中声称 他在任期结束时 和平地交出了权力 然而 特朗普的言论忽略了他曾敦促支持者 在2021年1月6日 国会对乔拜登选举进行认证期间 聚集在美国国会大厦的事实 国会大厦遭到袭击 造成5人死亡和许多人受伤 特朗普最近的威权主义言论 以及对袭击严重性的淡化 引发了警觉 几个州的法院正在考虑 可能是特朗普被取消再次竞选的案件 美国最高法院拒绝检察官 在特朗普选举舞弊案中的请求 澳洲 ABC 美国最高法院拒绝了特别检察官 要求加快审理唐纳德 特朗普试图推翻2020年选举结果的部分案件的请求 法院驳回了特别检察官捷克 史密斯迅速决定 特朗普是否对其担任总统期间涉嫌犯下的罪行 享有厚免权的请愿 该案将由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决定 该法院已表示将迅速解决此事 特朗普的律师一再寻求推迟对他的这起 以及其他刑事案件的审理 因为他计划参选2024年总统 特朗普法律新闻简报 最高法院拒绝捷杰克 史密斯要求就总统豁免权快速裁决的请求 雅虎 美国最高法院拒绝特别顾问杰克 史密斯 Jack Smith的请求 要求加快对总统豁免权 是否保护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免受起诉的裁决 这可能会延迟联邦审判 唐纳德 特朗普的前律师鲁迪朱利安尼申请破产 试图保护自己免受陪审团判决 要求他向两名乔治亚州选举工作人员支付1.48亿美元 以赔偿他对他们的虚假指控 对这位前纽约市长的其他诉讼仍在继续进行 以下是那些试图推翻选举的人面临的法律案件的最新进展 拜登赦免更多华盛顿特区的大麻罪行 扩大2022年的特赦范围 华盛顿邮报 美国总统乔·拜登表示 他计划赦免在华盛顿特区 因简单大麻使用和持有而被定罪的人 尽管目前尚不清楚会有多少居民受到影响 总统呼吁全国各州的州长也对州内的违法行为 采取同样的措施 拜登此前已经赦免了数千名因联邦大麻持有罪而被定罪的人 但由于没有人仅因简单持有大麻而被监禁 所以没有人被释放出狱 美国表示 伊朗在胡塞武装红海航运袭中深度参与 金融时报 美国指责伊朗协助策划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的袭击 白宫声称胡塞武装依赖伊朗提供的监控系统发动袭击 自11月以来 伊朗情报在使该组织能够瞄准海上船只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自17日以来 美国已向该地区派遣了两个航母打击群 并在中东地区部署了数百名额外军队 美国表示 正在考虑对这些袭击采取进一步行动 执法部门调查特朗普裁决后对科罗拉多州法官的威胁 华盛顿邮报 FBI正在调查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法官面临的威胁激增情况 此前他们裁定禁止唐纳德 特朗普参加该州的总统初选 法院裁定特朗普应被从选票中剔除 因为他参与了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的暴乱 违反了禁止暴乱者担任高职的美国宪法条款 执法官员已经注意到了 对裁定禁止特朗普参选的法官们的电话和社交媒体威胁 拜登签署了8860亿美人的国防法案 以增强印太地区的威慑力量 日经亚洲 美国总统乔拜登签署了一项总额为8860亿美人的国防政策法案 其中包括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活动和支持台湾军队的措施 这项为截至2024年9月的财政年度制定的国防授权法案 拨款147亿美元用于太平洋威慑计划 该计划旨在通过与地区盟友和合作伙伴国家进行演习来增强军事能力 该法律还通过要求美国在军事网络安全活动上与台湾合作 并授权通过AUKUS三边伙伴关系向澳大利亚出售核动力潜艇来支持台湾的军事 该法案还允许美国继续协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入侵 并为军人和文职人员提供5.2%的加薪 快速肉类发现 在芝加哥外找到被盗的Sling Jim汽车 彭博社 一辆被盗的Sling Jim汽车 归康纳格拉品牌公司所有 被发现在芝加哥附近的一个停车场里 这辆定制的尼桑Z价值约11.5万美元 在从洛杉矶运往奥兰多进行世界摔角娱乐视频拍摄时失踪 这辆车配有一个Sling Jim支架和一个装满肉棒的零食分配器 放在手套箱里 车辆被发现部分包裹着Sling Jim的图案 内部完好无损 洛杉矶的车辆盗窃案件今年上升了近1% 而芝加哥的案件今年上升了39% 比2021年的水平上升了179%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将为大家带来一些新闻摘要和我的分析观点 首先 彭博社报道称 美国经济正在打破2023年经济衰退的预期 这对乔·拜登总统来说可能是个好消息 为他在2024年的竞选中提供了一些经济成就的展示空间 尽管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在11月份几乎没有变化 但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调查达到了五个月来的最高水平 然而 选民对拜登在经济方面的评价仍然不高 这可能会影响他在2024年的竞选 接下来是关于特朗普的新闻 最高法院拒绝加快审理特朗普对免责权的主张 这对于他是否可以因密谋推翻选举结果而受审至关重要 此外 特朗普被报在担任总统期间敦促密歇根官员不要认证2020年选举结果 这进一步加深了他在选举舞弊案中的争议 在拜登的新闻中 他签署了一项命令 为联邦工人实施历史性的加薪 这对于联邦工人和工会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也显示了拜登政府对他们的支持 另外 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推翻了共和党支持的立法选区地图 这可能对下次选举中的民主党产生重大影响 因为共和党在该州议会中占据了多数席位 在国际新闻中 美国指责伊朗在胡塞武装红海航运袭击中深度参与 这可能导致美国采取进一步行动 此外 乌克兰军队因弹药供应不足而面临困境 这加剧了人们对乌克兰抵抗俄罗斯持续攻击的担忧 最后 我还要提到其他一些新闻 如特朗普声称在白宫任期结束后和平地交出了权力 特朗普的法律问题以及拜登赦免大麻罪行等 总的来说 这些新闻反映了当前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动荡 我认为 2023年是一个充满挑战和冲突的年份 全球各国都在面临着许多问题 从政治两极分化到自然灾害再到金融危机 这一年被重大事件所定义 塑造了全球的动态 那么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于以上新闻内容 你们有什么样的观点和问题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dobre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您的公众就不已装饰了 有什么可能性 然后我们的邮导 我们的邮导 我们的邮导